比如說抽腿的話 可能去騎了10公里的腳踏車 這種腿很痠的狀態 我聽到客人的一些回饋 他的疼痛不像龍乳這麼疼痛 他的肌肉是沒有特別破壞的 只是把表潛的這些脂肪把它抽掉 所以客人覺得疼痛的狀態 大概是抽腿的話 可能去騎了10公里的腳踏車 這種腿很痠的狀態 或者是手臂肚子很痠這樣子 靜態沒有在活動的時候 其實不會感覺到特別的疼痛 所以不會抽越多越痛 從客人的回饋大概知道 就是抽手臂是不太會痛 肚子是中等的疼痛 比較痛的是腿骨 抽子多久才可以運動啊 頭一週啊不要過度的活動 因為這個時候還在腫脹期 如果說太早的運動 有可能造成組織液更多 或是傷口裡面流血 會造成餘心腫脹啊出血過 一樣可以把小孩丟給老公久一點 對對對 第二週以後可以稍微的緩和的運動 大概第三第四週才可以恢復原本正常的活動 但還是要看這個人的耐痛度 一開始抽子完了 活動還是會有一些拉扯很痛 我們還是會鼓勵客人多活動 因為活動的話 可以讓我們皮膚變得緊實 比較平整 我是院長邱大瑞醫師 職業十三年以上美胸之人 追蹤我 帶你安心追求夢想中的快樂與自信